这块材料刚拿到手上 我有个很好的想法 仔细研究发现雕不了 我们先看上面是有一层黄雾对不对 压登一看 黄雾层很薄 那么按照我之前的构思就是说 上面雕一层瓦片 下面就是一个院墙 相当有感觉 现在雕不了以后呢 只能改思维了 现在我们打登来看这块料子 总水是相当的OK 但是呢 没有练就是免重了 一位粉丝朋友呢 寄过来以后呢 让我帮忙设计雕刻 综合到现在呢 只有雕龙或者山水更合适 他喜欢山水 咱们雕一个山水 但是呢 跟传统的不一样 雕一个类似于江南水箱的感觉 因为中间有一大条棉 我们把这条棉呢 设计成一个河流 河流从牌子穿上来 两边呢 就是建筑 还是看设计吧 山河流从牌子穿上来 山水排大功告成 整体呢 形状保留了下来 没有做过多的切割 尺寸已经达到7公分的高度 看看效果 抛官效果是相当OK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雕刻 相当的细 亭台楼阁 江南水箱 这是乌鹏船 那背后呢 也做了一些修饰 这块材料呢 其实说真的 总是够老的 但是呢 它所欠缺的是什么 杠位 如果它的杠位再好一点 那起货效果就相当的棒了